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老師 歡迎大家回到司徒潮語教室 因為學校看到這麼多網路上的潮語 就覺得要加開語言課程 否則現在老一輩的同學只懂得 如何活在自己的世界 不懂和年輕人溝通 今天要講這個字 就是一個很常見到的 三點水 旁邊是一撇一環一撇一撇 這是什麼字呢 原來這個字讀動字 然後形容什麼呢 原來發覺這個字就是澳門的 澳字的一個變異版 為什麼說它變異版呢 因為原來這個是澳門的澳字的正社 咦?正社? 不是啊 澳門的澳字 不是大家一向認識那個嗎 其實那個呢 是歐迪的 那個是屬於年輕人的 我們這年紀來說 其實真正的澳門的正字就是這個 旭字 為什麼會讀旭字呢 是不是因為有些原因 不是應該讀澳字嗎 這個呢 其實呢 即是阿sir 我也不明白 因為其實我也是問人的 但是你說 咦? 鬱門人 怎麼為之一個鬱門人呢 年輕的那輩子當然不會明白 我們那些老人家自然會明白 最重要的是什麼叫做鬱門人呢 鬱門人是一個身份來的 你要為這個身份而自傲 那你看的是什麼呢 以前就說是看TVB 但是看《真情》 那些什麼《愛回家》那些 那現在呢 與時代並進 新時代新思想之下 當然是看抖音啦 什麼呢? 你說抖音太少了就看? 小熊書咯 小熊書也不夠嗎? 那看斗魚咯 虎牙咯 都不夠嗎? 那八道之道咯 那基本上呢 雖然你的人身處在 活在澳門 但是作為一個鬱門人呢 那你是要有非常濃郁的 一個祖國的文化的 那當然啦 小不免 用語方面 那就是例如你見到那些年輕人 那要跟他打招呼 要問候他 那就是好點啊 喂 那當然 我都 你都 那B 那這些是比較好一點 那就是你說咦 有沒有搞錯啊 就是澳門 不是一個中西文化匯合的地方來的嗎 咦 說得對呀 這位同學 那所以呢 記住 那個精髓就是 那個 動字 一定要 跟這個 正寫 即是現在你看到呢 我們螢幕上面那個 但是呢 那個的門字呢 你就不可以寫呢 簡體字啊 你一定要寫回 門的正寫繁體字啊 因為澳門呢 是一個 即是叫做 多元化交融啦 中西文化匯合啦 那你一定要這樣才彰顯到 那個鬱門人的特質的 第一 首先你好像阿sir 我那樣啦 那麼愛國啦 第二 那你當然 你不只是 即是你說的嘛 愛國要具體的嘛 那你經常要到大陸消費啦 那你要喜歡吃海底撈啊 喜歡吃角色 國內的文化啦 喝當然要喝喜茶啦 那還有啊 你去看電影啦 你要學會就是 不要看那些 平時聽開啊 粵語啊 聽英文啊 不要的 全部都不好的 例如 我最近做了一件錯的事 我常常都懺悔 我最近看了這個 《矮人》 第三集啦 即是漫威的 Marvel 那個 量子力學傳說 這樣 我竟然沒有買到那個 大陸配音版啊 我看了英文原版 唉 這件事 令我深深地 那... 即是... 覺得很對不起 對不起 即是我們 祖國一批 跟我一樣 這麼愛好這個科幻電影的 一堆粉絲啦 那... 然後還有啊 那... 即是我來計算 作為一個愛國分子 那...當然 亦是第二件事 最令我傷心難過 就是 我看《滿光雄》 我沒有二刷啊 我看了一刷 那《流浪地球》 即是... 都二刷了 就是因為 要陪兩班的小朋友去看 那你問我 我是看《流浪地球》 整堆東西 你可以放到《神必知識》裡說的 其實... 唉... 我都發覺呢 我是... 即是... 發揮不到那個極致 全場超過... 八十人睡覺的 我竟然還生氣 唉... 所以...其實呢 雖然我很愛國 但我的骨子 我血裏面流著的 都好像不太動悶的血 但是你說啦 那... 動悶人最重要是什麼呢 那... 你當然是說話 談吐要有啦 所以呢... 即是... 我們呢 就有一個獨特的 一個語言文化的 那... 這個語言文化 下次回來和大家說吧 那...大家要記得啦 動悶人就是什麼呢 就是... 一定要看國內的Apps 看國內的消費電影 喜歡吃一些國內的食品 那你說 只有這麼少東西的 為什麼沒有什麼內涵呢 沒錯啦 動悶人就是... 動悶人就是 應該沒有內涵的 所以這一集呢 我都跟你說不到什麼的了 那... 所以大家呢 就記得下次回來上課 可以的話 那... 支持一下啦 交學費啦 免費教育很慘的嘛 下次回來 今天來到這個火之神啦 阿朗哥一盆燈為我煮了一道 是否叫台獎的牛扒呢 台獎西亞牛扒呢 台獎西亞牛扒 那... 我要介紹一下這個 即是菜式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第一樣東西 單手都可以吃的 單手都可以吃這個 這麼滑的牛扒 嗯... 雖然牛扒 那...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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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還有... 這道菜呢... 是牛奶 啊... 非常非常滑 沒有完全沒有電粉質的 那麼呢... 就...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麵豉湯 那... 這道菜呢... 真的... 所以... 非常非常滑的味道 那... 大家看... 接下來呢... 一定要點這道菜 台獎西亞牛扒 多謝大家... 支持港國 和支持... 梁錦陳豐麗塞 和他的節目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